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按一下就连麦麦都没了 完全不需要经过剪接花费时间 是不是很好呢? 所以今天一定要看到最后 好错的 说到录下退地不是一件新事物 但好像我们教书的 或者做YouTuber也好 西瓜博主也好 经常就要录片制作和发布 下下好像之前我教用Premiere来剪接 就要浪费很多时间 特质上现在大家想做Zoom上得多都知道 就算用Zoom都可以real time退走背景 为什么我们自己做视频 不可以即时退地 所以早两天我已经做了一个视频 是讲解了我最近做了两个实验 其中一个就是即时退地 幻想动画 第二个实验就好像现在 即时讲广东话 即时有广东话的字幕出现 我相信这两个绝招 其实和Stam都很有关系 所以我就打算分成两个星期日 和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集中先讲 如何做即时退地 讲到即时退地 就和剪接退地一样 你没有一块绿幕怎么做 但如果想做得好些 基本上有个要求 但这块绿幕不要招航万策 好像以前我介绍剪接退地 就这样两个三夹 夹一块绿幕上去 上面打晒 你退地都会退得辛苦些 对不对 就是因为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弃 所以两个星期前 我就已经订了这块绿幕上来了 在疫情时间 订少少东西过来 要整两个星期 来到还要起细消毒 然后才就够胆拆出来 我这个幕是有两米长 刚刚就配置了我后面的墙 打黄安上墙 用胶质就可以了 但如果大家想安装上天花板 就要用爆炸螺丝 装好之后 就像货室的头射幕一样 随意可以拉下来 随意可以拉上去 随意可以拉上去 有了它之后 是不是可以将我背景的切枝盒 床头柜 一拖地遮住 好了 硬件搞定了之后 就轮到软件的配置了 究竟怎样才可以 不用经过剪接 实时退地 省时间 在这里 我就要介绍大家 用一个免费的软件 可以告诉你 这个软件 有九成的KOL 在用 因为真的好用 软件的名称 就叫做Open Broadcaster Software 我们简称它做OBS Studio 还有Windows版 Mac版 Linux版 等等 大家只要下载它 下来安装 它所能够做到的东西 真是超乎你想像 好 大家先看看 现在我这个OBS Studio的设定 就是我平时用来直播 或者做影片剪接的设定 我用了这边的工作室模式 如果关掉工作室模式 就会变成这样 现在你见到这个画面 就是你做直播 就是开始串流这个位置 或者做录影节目 观众会见到的画面 转过去工作室模式 大家右手边看到的画面 就是观众应该看到的画面 而左手边 就是准备推出给观众见的画面 所以大家坐在这样的画面面前 就如坐在电视台直播室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OBS可以容许你 搏很多镜头下去 我现在只是搏了一个镜头 所以我镜头来源只有一个 但如果你搏三个镜头下去 其实你可以随意安排 就是不同的镜头去转换 而观众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了 好了 接着要讲就是左下角 这个窗口里面是什么 这些就是一些版本 是我早就设定好的 现在我用第一个版本 就是CAMERA 只是看我这个RX100M7这个镜头 而第二个版本 我设定了Monitor 就是在看我面前的 另外一个画面 所见到的东西 第三个版本就是画面加镜头 我就是将自己的镜头放在画面的右下角 但是我还加了一条 叫做Copyright 就是版权的Banner 而第四个版本 我就脱走了这条Banner 而第五个版本 我就将镜头和显示屏 调转位置 就是变成大头而显示屏 放在右下角 有了这几个版本之后 我可以随意向观众 展示我想他们看到的东西 例如我现在开始 想教我的YouTube 我可以先准备这个版本 然后按这个淡日淡出键 观众就会看到 我准备想教YouTube 然后我讲到这样 我又转用这个版本 当我想观众很清楚 看到整个YouTube的画面的时候 我就按淡日淡出 作为观众就会看到 我在介绍这个YouTube的画面 是否非常方便 但到现时为止 我都还未教大家 如何用录幕 录幕的设定 一定是关于我这架 RX-100M7 在我面前的相机 我在相机里 加了两个类镜 就是按这个按钮 在这里我放了两个类镜 其中一个叫做色度键 一个叫做影像遮罩混合 这两个类镜都可以按这个加号 在这里加进去 先看看色度键 色度键里面有什么参数 表示绿色膜 相似性是多少 不滑度 颜色日出 以至于不透明对比亮度加码 这些你都可以调节 我们现在先打开这个色度键 咦 你见到后面的绿幕不见了 那当然 如果你见到边边还有绿色 你可以调节 这里 修改 你都可以 控制一个平滑度 修设得边边比较漂亮 当你前面的光线不够 其实你可以将对比调节 调节一下 那当然如果面前的打灯 再做好一点 其实效果会更加好 接着你会见到前面 还有一个咪凸出来 怎样可以将咪遮到它 非常简单 大家一定有用过Photoshop 或者小画家那类的软件 做法就是在Photoshop里面 拿一块这样的画布 白色底的 而在你需要遮住咪的地方 涂黑它 然后将这幅图传起它 最后就在影像遮罩和混合那里 拿回这幅图出来 然后启动影像遮罩 然后这个咪就会不见了 但是如果你把手放进去 也会遮住 其实原理就很简单 在这里画了一些黑色的东西 黑色的东西就可以遮到所有的物件 而白色的地方的东西就会透出来 所以你千万不要将自己的头放在里面 好 搞定了这两个遮罩之后 下一步就是 如何将一些图片或影像套在我的绿幕上 用来描述 在这里你可以在来源的地方 即是你的相机的下方 加一幅图 开了图片 图片是可以任你选择的 你两个选择它 可以选择一个另一幅图片 也可以选择一个另一幅图片 然后你需要按淡入淡出 观众就会看到背景转了 那用动画又怎样呢 你需要加入一个媒体来源 开了这个媒体来源 选择一个动画 如这个 按淡入淡出 背后就变成有一个动画在后面 所以有了这套设备 你个人的直播 就像在电视台里进行一样 好了 最后大家再留意一下 在画面的正中下方 就有一个音效混音器 这个也是非常有用的 大家看到现在我在麦克风 就是我的说话的声音 但是当我停止说话的时候 你留心一下 是完全没有声音的 你不会想像 我在这么大天使 连冷气都不能在直播 一定不是 我也是加了一些滤镜 你看一下这个 麦克风 就是我面前的麦克风 的输入 其实它和相机一样 可以加滤镜 声音也是叫滤镜 只要我一按滤镜 你会发觉这个麦克风 我加了两个滤镜 一个叫做动态压缩处理器 一个叫做噪音阀 简单说一下动态压缩处理器 其实就是将你的声音 很小声的提高 很大声的降低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动态压缩 至于噪音阀 道理很简单 就是把我不说话的时候 的噪音 就除去 现在我试试关键 这个噪音阀 大家看看有什么情况出现 很明显 我即使不说话 都一样有能气机的噪音 我再开噪音阀 大家看我影片的时候 就不会听到这麽讨厌的噪音 今天我做的东西 全部都是录影了下来 放给大家看的 那当然啦 如果你真的要做串流的时候 你就要把直播平台 所以啊 所给你的一些串流的金钥 呢 输入在这个位置 比如你要做YouTube的直播 啊 视伏器的选择啊 你就可以利用OBS来做直播的了 大家不要忘记 刚才我所讲的所有东西 包括退录幕 遮走咪 加动画背景 改变我录音的声音动态 以至于咳掉冷气机的噪音 全部都是实事 就算我现在不是就这样录制 而是做串流的话 观众所听到和看到的都是完美的 所以我今天所介绍的用途 其实是非常之非常之大的 而它里面呢 还有无数无数的功能 等着大家去发掘 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做一个YouTuber 或者一个懂得利用STEM技术 来教学的老师的话呢 今天所讲的东西 大家不可以不学好它了 好了 至于下个星期我讲什么 下个星期呢 我就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我现在在下面所加的字幕 完全是地道的广东话 虽然不算是real time 立刻做 但它能够自动产生出来 一元都不用给 准复率非常之高 究竟是怎样做出来 大家就要留意下个星期的影片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这里 我是卡路斯 喜欢我的影片 请你订阅 加赞 和分享出去 拜拜